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惯用法是Z坐标在圆点以上是正 在圆点以下是负 现在我们就在圆点的下方 Z 远之处 这是Z 远的 这个长度是Z 这里我们取一个长度 就是我们要的DL 这个时候是等于DZ DL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好了 DZ 这个长度是DZ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说明 我们取DL 它的方向是朝Z的方向 大小是等于DZ 我们就写DZ就好了 我们就写DZ就好了 朝上面 好 那 这个我们知道 那这个R是什么 这个R跟这个R unit vector R就是从DL到P点之间的连线的距离 它其实是从DL到P点的一个向量 这是R 这是R 然后R unit vector就是这个 R unit vector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DB 这里的DB 它是DL往上 我们可以 可以顺到这个DL 我们干脆这里写一个这个 DL cross our unit vector 它是朝黑板里面的 所以它这个方向是朝里面的 好 这个就是DB 我们就写DB DB OK 好 这个是P点 那这个角度啊 这两个向量的夹角 我们称它叫做Theta 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DB 根据我们所取的这个坐标 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方向呢 DL cross our unit vector 朝这里 这个是Z轴 所以根据圆柱坐标 然后这个是Phi的方向 所以它是等于Phi的方向 然后4π分子μ0 那这个就变成了I乘上DZ Phi 乘上Sine Theta over R²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DB求出来了 求出来了 那么我们发现呢 DZ这一小段的电流 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是进去的 Phi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要积分 积分的话 我们就看看 你这个方向 会不会因为DZ的位置改变 它的方向也改变 那我们就把这个DZ移动一下 比如说我移到这里来 它还是DZ cross our unit univector 还是进去的 所以这个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那就很好 那我们等一等积分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提出来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积分了 那这个积分就是变成B乘 它就等于Phi 我们把常数项拿出来 Mu0i 好 里头呢 就变成Sine Theta over R square DZ 好 按照Z积分 它要从把这个整条导线都积到 要从负无穷远到正无穷远 因此Z呢 是从minus infinity到positive infinity 好 现在这里面已经是存量 不过积分号里头呢 你一重积分只能有一个变数 那么Z是变数 我们先要看看Seta跟R 是不是变数 那要看这个是不是变数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位置挪一下 你看你把它挪下来 R大小变了 Seta也变了 所以R跟Seta都是变数 那我们就得把SetaRZ 三个变数变成同一个变数 那这种积分的方式当然不止一种了 不过我们这里呢 常常用一个这样的 这个以后会常常用到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它就把RZ Theta跟大R的关系都拉在一起 那我们就看Cotangent Theta 这个角的Cotangent 就是0边比上对边 0边比对边 0边的大小就是Z 比上对边的大小是这个 你要记得这个Z本身是负值 因为它在靠下面 这个Element是在下面 所以我们要把它写成-Z over R 那从这个式子我们就知道 Z是等于-R Cotangent Theta 那我们要的是DZ DZ 那DZ就等于 这个要记一记 以后常用 Cotangent Theta的积分是等于负的 Cosan平方 Theta D Theta 负负得正 所以这个就变成R Cosan平方 Theta D Theta 我们把Z变成Theta了 那现在也希望把R变成Theta R跟Theta有什么关系呢? R 就是这个小R R 跟Theta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知道 对边 比斜边 是等于 Sine Theta 那么 斜边比对边 就是Cosantheta 因此 我们就有R 要等于 Capital R C Cosantheta 好 我们现在把这些 都带入这个式子 比如说 我们令它等于第一 好了 OK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可以得 V场 它是等于 4拍 0到拍 好 Sine Theta 原来有Dz 我们换成这个 我们换成R Cosan平方 Theta D Theta 然后这个R平方呢 我们就写成R Cosantheta 那现在因为这个是变成Theta了 这里是Z的时候 是负无穷远到正无穷远 变成Theta的时候呢 这个 上下线也要改一下 当Z在无限远 就是说去无限远的时候 这个Theta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去于它的极限值 极限值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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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脚越来越小 就是极限值就是0 0 然后它 往这边去的时候 往这边去的时候 那这个脚啊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它的极限值就是π 所以它是从0到π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里头 Cosantheta 平方 约掉 R平方 约掉一个 可以提出来 因为R是一个常数 它就变成 4 πr Mu0i 里头就变成 里头就变成 5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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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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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等于2πrμ0i 这个是我们可以当公式来用的 可以当公式来用 一个无限长的导线 上面有电流i的时候 在距离这条线 垂直距离为r的地方 它的磁场就是这么大 这里要注意 以后我们常会用到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这个电流是i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距离是 求这一点 这个地方的磁场是多少 因为整条积分的时候 磁场的方向没有变 磁场方向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子的 磁场都是这样子的 因此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 是这么多 那只有这一半呢 应该只有原来只的一半 对不对 应该只有它的一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b场 b场 它就是phi 一半的话 一半的话就是 4π 4π 4πr分之μ0i 这个 以后会常用到 还有比如说 这个 Built-Sava Law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条线是这样子 你这个地方取DL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早一点 这个是R 这个是RUnivetal 这一点 dB 这有一个角度 这个dB 我们不是导出来了吗 它是等于 4π 分之μ0i DL CrossRUnivetal OverR² 这个地方有电流 如果在这一点的话 在这一点的话 DL CrossR 它的磁场是出来的 如果你是在这一点的话 如果是这一点的话 它的磁场是进去的 磁场是进去的 如果在这个上面的一点呢 如果你要求磁场 是在这里的点呢 等于多少 嗯 这个时候 R是什么方向啊 R就是从 这里到这里啊 RUnivetal 跟DL的方向 同方向啊 同方向呢 这个Cross就变成零啊 所以在这条线上面 任何一点 这个任何一点 B场是等于零 这个要记住啊 这个要记住 以后 像你们普务的时候 不是很多这样的题目吗 普务 你们普务西题里面 不是很多这样子的吗 比如说 我有 两条 半直线 这个是 半圆周 画的不好 这个是R OK R 电流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 回来 那问你 这一点的磁场是多少 这一点磁场多少 往什么方向 你怎么做 不过这个 我们等一等还要做 做一个 弧形的 先看这两个 这两个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一个是这个方向 这个呢 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 这合在一起 不就跟那个 跟这个一样吗 对不对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如果你还能够 等于我们再做一个例题 一个圆圈 的线圈 圆形的线圈 你就会做这一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圆形的线圈 不过这里头我们先讨论一下 从这个结果 我们讨论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个 我先画这个磁力线 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磁力线画出来 磁力线 它是 5的方向 5的方向 这个是 这个是电流 这个是电流I 它的磁场是 5的方向 如果这个是磁力线的话 应该是这么画 它切线的方向 任何一点 切线的方向 就是这一点 磁场的方向 所以我们 从这里可以了解 由电流产生的磁场 它的磁力线是封闭的 跟我们由电荷产生的 电力线不一样 电力线有什么特点 由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对不对 由正电荷发出来 止于负电荷 它是有始有终 这个 是一个圆圈 没有什么开头 没有什么末了 是这个 当然不止这个界面 这是指某一个界面 每一个界面都有这样子的 磁力线 那么这个磁场跟电流的方向 我们 我们可以 用一种规则来 来确定这个磁场的方向 就是用 安排右手定则 你的右手握着这个导线 大拇指的方向 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 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磁力线 任何一点的切线方向 就是那一点的磁场方向 你注意这些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好 我们有一个圆形的线圈 这有一个半径为R的圆形线圈 它有电流 然后这个是一个经过圆形与圆面垂直的一根轴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线上面的电流 在轴上面任何一点P 所产生的磁场是多少 P点跟圆形的距离呢 我们假定它是Z 我们要求P点的磁场 P点的磁场 那我们现在 还是用这个Build Server Law 我们还没有学过安培定律 就是说假设我们还没学过 那我们就是用Build Server Law 你把这个式子先写一下 它等于4π分之μ0i DL cross R unit back to over R square 好 那你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取DL 取一段这个长度的基数DL DL取在哪里呢 当然是有电流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取法 我在这里取一段 切线的方向 取一个长度基数DL DL 那么这个DL呢 取在这里以后 那你这个R跟R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 从这里到P点 从DL到P点 这个是R向量 那这个就是R univector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这个值应该是什么 它是DL Cross R univector 这个我们画在黑板上 我可能画的不准确 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来比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线圈 线圈 圆圈 圆圈 圆圈的线圈 DL顶端 朝那边 R是从这个地方 往P点的这个距离 这个角是几度 90度 90度 那就是说 DL跟R univector的夹角是90度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 注明一下 DL 垂直于它 那么 DB就很好算了 DB的方向 DB的方向 这个不太好表示 我们用图把它画出来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它呢 跟什么方向呢 这个呢 它是跟 这个三角形的方向 垂直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画出来 这是一个平面 这个 这个 DL跟这个 这一边平行 这个是在面上面 而它呢 是DL cross R 就是跟这个平面 垂直 跟这个平面垂直 的方向 OK 那么 它的大小 我们 向量写在这里 我们把大小写出来 大小就是 这里是90度 那它就是等于 4π分之 Mu0 I DL over R Square 好 那现在我们要 积分了 因为 这个方向会变 你在这里的时候 DL取这里的时候 DB在这里 如果你的DL 当初是取在这一边的话 它对称的这一边的话呢 如果DL取在这里的话 它的DB是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两个对称的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啊 这里 我们把这个 都 DB都把它变成 这个分量 加上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加这个分量 变成DB 这个也一样啊 可以变成这个分量 加这个分量 我画的不好 看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大 其实这个跟这个是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跟这个的方向 是同一个方向 因此啊 将来我们用积分的时候 就是这一对一对的 这些分量 都要相加 这个正好减掉了 这个分量呢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 我这个画的不好 我这个画的不好 应该是 画的跟这个平行 应该是这样子 这两个 同在一条线上面 因此啊 就是 这个 只有这个分量 加起来 好 那这个分量呢 我们现在 因为这里 这个角 我们假定 它是θ角 这个角是θ角 那么这个角呢 就是θ角 因为它跟它平行 垂直 它又垂直于这一边 所以这两个角 不是相等 就是互补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DB的向量啊 最后啊 就只有在Z轴的方向 只有在Z的方向 我们就取这个 不能这么讲 不能这么写 写到这里啊 我们说B向量 它是等于 对于这个Z DBZ DBZ 好 那这个就等于 它是DB的大小 乘cosinθ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就是它 cosinθ 好 那现在我们把DZ带进去 DB带进去 DB带进去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Z 我们发现这些都是常数 Mu0 Mu0I都是常数 Cosinθ Z也是常数 4π 连R平方都是常数 我先写哈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DL 画一个这个 好 因为啊 你积分本来应该是 画在这里 里头有DL DL当然是变数了 Zeta跟R是不是变数呢 那你就把这个 移动一下 DL在这个周围移动的时候 R始终是 圆圈 到P点的距离 因为这是中心垂直轴嘛 所以这个R是一个固定的 固定大小 然后Z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那按DL积分 DL是它的 电流这条线圈上面的一段 积数 那这个线圈是一个封闭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封闭积分 好 那我们把这个 积出来 这个积出来 很简单 这个积出来 它就是变成 Mu0i Cosin Theta R 两倍的 R square 好 但是我们在这个 结果里面呢 用了两个 符号 是它没有给我们的 一个就是R 一个是Theta 它没有给我们 它是给我们大R I Mu0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 化成它给我们的文字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R 它是等于 R加Z的 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Cosin Theta 它是等于R 它是等于R over小R 把这个 败入 上市 我们就得B长 它是等于Z 两倍的R 加上Z的二分之三之方 Mu0i R平方 OK 这个结果很重要 要把它记起来 它常常用 常常用这个 圆形的这个 电流的基数 作为这个 基础 然后可以求很多 其他的这个 带电体的磁场 所以这个 以后会 常常用到 那么有一个地方 我们很有兴趣的 就是在 圆形 这个地方 圆形这个地方 是Z等于0 Z等于0 Z等于0 的话呢 那这个是0了 那这个R 开出来这边 R三分约在这边 是2R 所以B长 它就等于Z Mu0i over2R 这个也是我们 题目里头 常常会用到的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们上一次 有讲过一个 叫做 词矩的东西 词矩 我们知道 这个 词矩 它的定义 我们用M也可以 用Mu也可以 它是等于Ni 乘上A 乘上A 这是面积 那么N就是它的 扎数 总共有多少扎 所以在我们 本题里面 本题 N只有一扎 A呢 A是等于 PiR平方 方向是Z的方向 Z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的词矩 应该就是 等于 PiR 平方就是A了 乘上I Z的方向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上分子分母 我们同成一个 同成一个 R 没关系 我们同成一个Pi PiR平方 这个就是磁矩 那分母就多了一个Pi 于是P点的磁场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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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分子分母 同成一个Pi 它就是Mu0 I 乘上Pi R平方 这里当然要分母也乘一个Pi 变成这样子 这个写错了 这是平方 这会漏 这老师会漏东西 老师会漏东西 OK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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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就写漏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写成Z拿进去 I PiR平方Z 就是M 向量 所以它等于 Mu0 Magnetic Moment 2PiR square 加Z square的 二分之三次方 二分之三次方 等于这个东西 OK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再看中心 圆心处 如果这么写的话 圆心处 圆心处 圆心之磁場 B 好,这个是这样的题目 我刚刚讲过像这个题目 因为整个圆周在这里产生的是磁场是这么大 或者是用这么大 那么现在只有一半是多大 一半,一半就是这个一半的 四二分之μ0R 所以你要问中心的磁场很简单 就是等于一个无限长的导线在这里产生磁场 再加上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的方向也可以用右手定则 比如说你这里朝外 你握着这个导线 这个就是向外的方向 你也可以这样 这个当做电流 这个就是磁场的方向 这个就是 好,这个常用 这个常用 以后我们比如说要求这个短螺线管 它轴上任何一点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短螺线管当做是好多好多好多个 这种圆形的这种线圈组合而成 以后我们会有这个例子 这两个是一个很 举的两个例子都很基本的两个例子 就是将来都会用到的 好,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 带有电流的导线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 好,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有两条 无线长的导线 两条 平行线 平行导线 它上面都带了电流 一个是带I1 一个带I2 这个假定是I1 这个是I2 我们发现这两条导线之间 会有相互的作用力 互相吸引 如果这两个同方向互相吸引 这两个方向相反 就是互相排斥 因为它是无线长了 我们就求 这两条导线 每单位长度 相互作用的力是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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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 我们就想这两条岛线 为什么会受力啊 那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到 带有电流的岛线在磁场里面会有力 那么现在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空间有磁场啊 不过我们要知道有电流就有磁场 有电流的话 电流就会产生磁场 因此啊 我们就 看这个 比如说爱温 电流会在周围产生磁场 那么 它在 导线二上面的磁场 就是 这样子的 我们假定这个叫做 B1 B1 就是导线一 在导线二 的地方 产生的磁场 我才能够线二 我才能够线二 在这边 就是 这边的磁场 这个磁场就是无限长的导线 上面有电流 在距离它低远处 我们假定这个距离是低远 低远处产生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用刚刚我们求出来的结果 所以它就是B1 B1要等于φ方向 2πD乘上μ0I1 我们令这个叫做Z轴 Z轴 那么这个方向就是φ的方向了 那么导线2带有电流 Z轴的导线2 在B1的磁场里面就会受力 啊 好 導線2,在B彎的磁場中所受之力 所受之力 我們取L場好了 取L場 導線2取L場好了 我們只取一段L場 這個時候的力 這個時候的力 我們令它叫做 這個沒有負點 我們寫F12好了 它是等於I2L x B1 由直導線產生的磁力 好,那現在我們就把B彎帶進去啊 B彎帶進去 L L是這麼一段啊 我們取L場的話 我們取L場的話 取的是這個方向 好,L x B彎朝什麼方向啊 朝這個方向 它會有一個力 朝這個方向 F12 好,這個方向呢 以這個為軸的圓柱體 圓柱 圓柱坐標的向量R 我們令它叫做R-univectal 於是這個就變成負的 R-univectal L跟B是垂直啊 所以我就寫出來 I1 I2 2πd 乘上L 所以單位長度所受的力 單位長度所受的力 就是L F被L來除 F1 2 overL 它就等於Fu的 R-univectal Muling I1 I2 2 PiD 當然這個單位是Nuton PiD 那麼如果I1跟I2同方向 兩個都是正或者兩個都是負 那麼它的方向就跟R方向相反 如果一個正一個負 負負得正 那力量就是跟R相同 因此我們說 I1 與I2同方向 好 這個時候 相互 C 如果I1 I1 與I2 方向相反 相反 相互排斥 好 根據這樣子 那麼我現在問各位 假定我們有一條導線 我把它繞成一個像彈簧一樣的東西 好 如果像這樣子 好 我這裡有一根導線 好 我把它繞成像一個 彈簧一樣的 好 然後底下掛一個東西 那它會下垂對不對 會下垂 好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 通上一個電流 好 通上一個電流 我 隨便通在哪裡 好 隨便通在哪裡 好 我把這個 一扣起來 就有電流通了 這個時候彈簧是 會縮短還是會更伸長 會怎樣 縮短還是伸長 如果兩圈之間有引力的話就縮短 兩圈之間有排斥力就是伸長 現在排斥還是吸引 吸引嘛 這裡不是寫同方向的時候互相吸引嗎 對不對 同方向的時候互相吸引嘛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好 底下我們就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而 呃 磁感應 的散度 的散度 跟旋度 對不對 Divergent E 等於什麼東西啊 Rho over Epsilon zero 這是什麼定律啊 高斯定律啊 Curl E等於什麼 0啊 0啊 那B場呢 Divergent B是什麼 Curl B是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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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